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較早前有分析指出 如果特朗普真的選擇要封殺微信 有可能會招致 iPhone在全球銷量暴跌三成 昨天有記者拿著這個數據去問特朗普 記者問 到底你有沒有考慮過封殺微信 可能會打擊到iPhone在中國的銷情 到底特朗普怎樣回應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特朗普這樣回答 他說 那又怎樣 記者就繼續問他 難道你不在乎嗎 特朗普回答他 我不在乎 我首要的工作就是要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他答得非常之禁 清脆利落 同時你也說 亦是駁斥了好一部份人 對他的批評 有班人經常罵特朗普 說他純粹是一屆商人 搞甚麼的政策 全部都是眼中的錢字 若然他完全純粹追求商業利益 這次他斷然會走去 那麼愚蠻封殺微信 因為封殺微信 肯定的過程當中 是會對於美國企業來說 是有陣痛的 而且還可以痛得很厲害 若然特朗普真的要在全球範圍封殺微信 不讓這個程式上架 在蘋果或者Google的 應用程式商店裏 這樣就糟糕了 肯定蘋果幾乎會喪失大陸的市場 因為那些人 全部都是靠微信來做即時通訊 大陸就不會用WhatsApp 不會用Line 不會用Telegram 甚麼都不用 他只是用微信 因為微信可以方便監控 至於其他即時通訊軟件 若然不翻牆的話 都很難可以連線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 特朗普仍然說堅持 要選擇封殺微信 所以你看得到 他對於推動靜網計劃的決心 是多麼大 較早前 國務卿蓬佩奧 倡議了一個靜網計劃 其中一個範疇就是 潔淨的手機應用程式 現在他正正在微信 落手 特朗普說要封殺微信 對於美國國內造成了甚麼影響 原來好一部分的美國華僑 他們採用微信作為主要的即時通訊軟件 加州更加有當地華人 走到白宮網站 搞了一個聯儲 這個聯儲 標題是微信不應被封禁 目前已經有6萬多人 參加了簽名 這個數字絕對不惹小 而且根據《洛杉磯時報》的報導 當地有很多華人 聽到特朗普要封殺微信之後 一度陷入了恐慌 要趕快下載其他即時通訊軟件 避免失亂 而且很多當地華人 對於特朗普封殺微信的決定 都是表示不理解 而且還要怨聲再道 比如有些人就提到 說微信已經融入了他的生活 他不僅會利用微信 跟大陸的親戚進行通訊和通話 也會利用微信進行購物和預約服務 這個人還說 微信比起Messenger和WhatsApp 是好用十倍 這種意見 正正反映出 大陸就是利用這些方法 進行文化的滲透 首先來說 住在大陸的人 他們根本上別無選擇 要即時通訊的話 就逼要選微信 好了 有些人明明已經是移民到海外 他有自由選擇 但是為著跟大陸的親戚進行通訊 他又選微信 於是造成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就是移居了海外華僑的群體 為了方便跟大陸的親戚通訊 個個都裝了微信 於是這一群華人群體之間的通訊 又是採用微信來做主要軟件 好了 他們在當地形成了一個群體 當地的商家如果要做這群華人生意的話 他們是不是又要裝微信 就算是方便跟這群人溝通聯絡也好 提供優惠也好 方便他們點餐購物 預約服務也好 因為這個微信是不用錢的 於是商家又裝了一份 商家裝完之後 又會感染到 當地的非華人又可能會裝了一份 這就是逆向的滲透 而且這個滲透是單向的 而不是一種雙向的互動 較早前 騰訊自己說到 WeChat和微信之間是有分別的 除了名字的分別以外 原來在所謂的公眾號 或者是訂閱號當中 真的有分別 原來大陸的用家 就看到微信公眾平台的 訂閱號或者服務號 之不過 海外的 WeChat的訂閱號和服務號 就不能向大陸的用家 發佈消息 可能就是怕著 這些人不知道發佈了什麼 不良的訊息回大陸 反正就是引證得到微信和WeChat 真的有多少分別 好了 CNN今天就登了一篇報導出來 去分析 說如果特朗普 這次真的去針對 微信的武企騰訊 就會隨時造成全球科技行業的顛覆 實際上來說 過去幾年 特朗普專注於針對中國科技企業的硬件 那些設備方面 就是針對華為 一直在不同的國家當中 要圍堵華為 封殺華為 但是就變相在軟件業方面 放生了騰訊 騰訊在這幾年一直在做什麼 就是向外國的企業 不停購買股份 總之這裏又深一點 那裏又深一點 有些就直接整間買起 有些就買部分的股份 總之百足那麼多找 哪裏都看到他的身影 現在騰訊不只是做手機遊戲 或者純粹做微信的 即時通訊軟件 他基本上就是一家一體化的 科技企業 遊戲也有他份 即時通訊軟件也有他份 社交平台也有他份 因為他入估了Snapchat 那些年輕人最喜歡用的 然後汽車業也有他份 入估了Tesla 演藝行業娛樂事業也有他份 入估了環球音樂 總之就是周圍涉獵 哪裏都看到他的身影 實際上以特朗普的性格 現在才去動騰訊 就是遲了 騰訊在大陸又靠什麼來發跡 就是靠類似於一個寡頭壟斷的競爭模式 以及一種市場保護機制 外國那些手機遊戲公司 能不能夠很容易地打入中國市場 沒說不行 可能需要審批一段很長的時間 又或者是諸多的要求 等等 但是 如果你和騰訊合作 給他侵股的話 這樣你就方便很多了 能夠打開中國遊戲市場的大門 有錢就齊齊賺 只不過就要預算騰訊的一份 至於大陸那些手機遊戲公司 初創公司 能不能夠跟騰訊比拼成問題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 他實在在大陸裏面 是可以橫掃的 只不過不要忘記 這些事情發生的 就是在中國加入了 世貿組織之後的事 所以這就是個問題 到底中國有沒有開放到這個市場呢 肯定會有其他國家質問 而且特朗普 瑞爾要推行這個淨網計劃 在美國國內 都遭遇了很多企業的反彈 除了剛才提到的蘋果之外 還有英特爾 迪士尼 Walmart 等等 這些企業到底為什麼要出聲呢 就是因為影響到他們的盈利 因為就是會使得他們有可能失去 在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市場裡面競爭 所以他們就吵冤吧 但是似乎特朗普現在都是一意孤行的 因為這個就並非是商業決定 而是政治決定 好了 淨網計劃也不單止在美國推動 很明顯現在 蓬佩奧就在東歐那些國家在推動 至於最近 以色列也跟美國將近疊成協議 就說以色列政府承諾 不會使用中國科技公司所發展的 5G流動通訊網絡設備 其實就是將華為排除在外 這裡就多少有些禮上往來的成份 因為特朗普促成了以色列和阿聯酋之間的和解 雙方的關係是正常化 現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也很會做 特朗普幫了他這麼大的忙 推動了中東的和平進程 他就響應你這個靜網計劃 就走去不用華為 不用他那些東西很閒 對於以色列來說 不用他 大把其他都可以選擇 只不過 能夠推動中東和平進程 歐巴馬做不到 特朗普做得到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